台灣人的戰鬥意志低於烏克蘭人 這是確實的 不只是低而且低很多 有個原因 烏克蘭知道說 他們要回他們的領土而打仗 那台灣人打仗要什麼 不知道 第二個 烏克蘭有納粹現象 他們認為 烏克蘭是一個不同於 俄羅斯的語言跟文化 他們要求在烏克蘭境內的人 不可以講俄羅斯語 不可以有俄羅斯文化 不可以演奏柴可夫斯基 不可以讀戰爭與和平 托爾斯泰的著作 這個是很標準的 納粹的影響 因為烏克蘭的西部 基本上是以前受到 德國希特勒很大的影響 那這種納粹化的現象 就會把俄羅斯人都當作敵人 包括他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人 而他忽略掉了 烏克蘭是俄羅斯人建立的 不是你這些烏克蘭建立的 台灣跟中國大陸的問題 是更簡單 中國大陸說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只要你承認我就不打 那政府之間你是地方政府 可是你跟中央政府的關係 我們可以談 那請問這有什麼好打的 台灣人最近是說 我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可是講一講自己都沒氣了 為什麼 你要問說那你祖先哪裡來 那早期蔡英文說 我們的祖先是南島羽族 因為他認為他的祖先 有排灣族的血統 我就不客氣的 拿我的台灣島死去打他臉 我說這種人在台灣不到1% 98%都是漢族 請問你漢族哪裡來 漢族從菲律賓來嗎 不很好笑對不對 他們自己也覺得很荒唐 台灣人的語言跟文化 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單一的民主 也不是單一的民主 不能因為台灣島上有原住民 就表示台灣人就不是中國人 台灣人要跟中國人打 好聽一點說保衛民主自由 那什麼叫民主自由 就是你自己可以選啊選選舉啊 大陸沒有不讓你選啊 但是大陸說這個領土 是我中國大陸的老百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死了三千多萬人才要到的 清朝失去的土地 任何一寸土地都不准外國人拿走 那你台灣人如果當外國人就面對這個問題嗎 這個爭議可大可小 那為了這個爭議要去打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 而且重要的是台灣人一定輸 沒有任何贏的機會 不管美國怎麼幫忙 日本怎麼幫忙 連一點點贏的機會都沒有 那台灣人第一個不當兵 只是民意調查說我約定上戰場 可是要徵兵沒有人要去 這個叫做 只是嘴巴講講兩條腿比誰都誠實 那所以自然不會有戰鬥意志嘛 因為大陸人也沒有搶你的房子 也沒有搶你的財產 也沒有搶你的石油 你也沒有石油好搶 你也沒有黃金礦場好搶 只有一個半導體工廠那什麼好標的 對不對